今年来以明朝为背景的电视剧和电影在我国层出不穷 因此很多人也对明朝和明朝的皇帝也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 比如说武镇蒙古的明成祖朱蒂 创造了人宣之志的明人宗朱高炙 明宣宗朱瞻基 但大多数人对于朱瞻基的儿子朱祁镇的印象却是 叫门天子 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朱元璋到朱祁镇的这几个皇帝 基本上都是比较有本事的 就算是那个不知所踪的建文皇帝 也是做完了半剑削帆这样的大事 只不过最后被叔叔夺去了皇位 建文之后的明成祖朱蒂 功绩远大 七下西洋 修订永乐大典 武镇蒙古 万国来朝 称得上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 而他的继任者也不错 朱高炙和朱瞻基在继位之后与民休息 恢复朱蒂耗损的国力 他们在位的时间也被百姓们称为人宣之志 因此这几个皇帝在人们眼中的印象都不错 可以到朱祁镇那就崩塌了 在朱祁镇九岁时 仅仅即位不到十年时间的明宣宗朱瞻基 便驾崩了 此时他只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朱祁镇 此时才九岁 至于小儿子朱祁玉就更小了 两个孩子此时都没有继承大统的能力 首先就是朱祁镇 史书说他天资愚钝 六岁才会说话 而小儿子朱祁玉就更差了 他一出生时就被朱祁镇认为软弱不堪 不堪大用 但国不可一日无君 就这样 朱祁镇这个看起来就愚笨不堪的小孩子 就这样被推上了大魏 成了皇帝 但危机远远没有解除 此时正值主少国仪的时期 所以朱祁镇的母亲孙太后 决定垂帘听证 等到朱祁镇长大再做打算 就这样 一个九岁的孩子正式坐上皇位 可这样的天子 没有赌过几天书 从小就没有父亲的约束 又怎么具备做皇帝的条件 又怎么能担当大任呢 这位国家埋下一个雷 而这个雷将在不久后爆炸 朱祁镇长大之后 他便自己亲政了 一天 边关传来军报 说北方的瓦剌部 近日又来到明朝边境 烧杀抢掠 朱祁镇一听怒火中烧 随后竟然在太监王震的鼓动下 决定御驾亲征 这番言论一出 立马引起了满朝反对 可朱祁镇还是一个22岁的年轻人 作为一个人 他已经成年 可作为一个皇帝 他还稚嫩得很 因此 大臣们的反对激起了他的逆反心理 但他不顾众臣反对 以以孤行御驾亲征 其实 平定边境是他御驾亲征的一个原因 但只是众多原因中很小的一个 究其根本 他还是希望像他的父亲朱瞻基 和太爷爷朱棣一样 御驾亲征 威战四海 可朱棣能够统帅数万大军 这得益于他十几岁时 就在军中磨练 人到壮年才敢统帅大军出征 朱瞻基虽然比朱棣差一点 但从小就被当成继承人培养 跟在朱棣身边学习军事 还亲自参与过战争 相比于先辈 朱祁镇在战争方面 简直像个小娃娃 因此 虽然朱祁镇 征兆了整整50万人出征完了 一路上 绳势浩大气势汹汹 但结果却令人大惊失色 军队在土木堡 被瓦剌人包了饺子 50万人全军覆没 自己也被瓦剌人抓住 这一仗基本上 打没了明朝所有的精锐 让明军的战斗力锐减 瓦剌可汗也决定成胜追击 进攻明朝 没过多久 竟然兵临北京城下 此时 明朝几乎马上就要变成下一个宋朝 持此危难之际 由两个人挺身而出 一个是朱祁镇的弟弟朱祁玉 他没有选择逃避 而是坐上了 被认为是烫手善于的皇位 选择聚成军手 不做王国奴 而另外一个站出来的人 便是于谦 他在朝堂上距离力争 反对南谦 被任命为兵部尚书 主管北京保卫 在两人的京城协作 和士兵们的拼死作战下 北京城守住了 而明朝也避免成为 下一个宋朝的命运 瓦剌无功而返 而在返回北京时 有数字被明军伏击 瓦剌士兵几乎是 爬回了自己的领地 为了和明朝愈合 瓦剌将被俯的朱祁镇 送回了明朝 相较于自己的弟弟 朱祁镇不仅一战葬送掉 明朝五十万精锐 而且在瓦剌进攻北京城的时候 选择到北京城下教门 因此他也被称为教门天子 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称号 一个皇帝 竟然要靠出卖子民的利益 出卖自己的颜面 来获取生路 真是令人可耻 但这样一个皇帝 在被送回北京之后 竟然还不安分 联合了那些不被重用的武将们 策划了夺门之变 杀死了朱祁玉 重新夺回了皇位 为了自己的利益 那些武将们 竟然建议朱祁镇杀了于谦 这样他才能坐稳皇位 而朱祁镇竟然同意了 当时京城百姓听说后 没有不怀疑于谦的 毫疑问 朱祁镇这件事情做错了 几年后 一个官员对朱祁镇说 皇上 你被骗惨了 朱祁镇很疑惑 盲问原因 大臣回答说 朱祁玉没有孩子 等到他死后 皇位绝不可能传给别人 势必要回到朱祁镇这一支 所以 朱祁镇重新得到皇位 也只是时间问题 可那些武将为了荣华富贵 竟然鼓动朱祁镇政变 让朱祁镇背上了杀地的骂名 最后获得的利益 竟然只是早几年得到皇位 而杀于谦 也仅仅是为了那些 武将满足自己的私欲 从而提出的建议 朱祁镇竟然照做 结果朱祁镇又背上了杀忠臣的骂名 因此 朱祁镇从此背上了三大骂名 所以 即使后来朱祁镇重新当了皇帝 他的口碑在明朝的皇帝中 也是最差的 如果朱祁镇在重新得到皇位之后 能够历经图治 不杀于谦 那么他的封平 绝对不会如此之差 于谦的功劳 几乎可以看作是再造明朝 没有于谦 甚至没有他的皇位 但朱祁镇依旧选择杀于谦 这也让朱祁镇背上了 不可洗刷的千国骂名 对朱祁镇来说 土木宝之变前 他堪称是大明第一小太爷 尤其太皇太后去世后 若谁敢不服 他就放出司礼太监王阵去咬 对此 连大明战神英国公张府 都被咬得只剩下躲避了 可土木宝之变过后 大明第一小太爷变成阶下囚 亏得关键时刻 朱祁镇和于谦撑起了大明天下 避免了大明变成第二个南宋 也许是痛定思痛 从此朱祁镇转变为另一种画风 概括说来 就是变成了一个好人 据史料记载 朱祁镇在瓦剌当俘虏时 创造一个奇迹 让瓦剌人领略了什么 才是大明帝王的人德之胜 如瓦剌的实际掌门人野仙 心甘情愿把妹妹嫁给他 瓦剌部落另一位首领 伯岩天木尔 成了朱祁镇的小弟进行服侍 在朱祁镇被送归大明前 伯岩天木尔大表忠心 言称朱祁镇是自己的主人 且还大哭 皇帝去以何时得福相见 当然就更不要说 那些瓦剌底层百姓 是如何拥戴朱祁镇的记载了 所以许多人都言称 其实朱祁镇是位好人 之前的小太爷表现 那是没经过风雨导致 但果真如此吗 倘若土木宝之变后 于谦和朱祁镇没有守住北京 大明被瓦剌灭亡 或被揍得偏安江南后 朱祁镇还会不会有这么感人的好人事迹呢 其实看看宋徽宗和宋亲宗就明白了 所以瓦剌时期的朱祁镇 用仁德感化瓦剌的诸多好人好事 之所以发生只因他身后的那个 曾被他祸害得差点亡国的大明 顽强傲力不倒所赐 因而这才让朱祁镇有了当好人的资本 且还当的这个类 如朱祁镇被野仙拥促道宣服 扣关大明城防 喊大明首将开关出城 亏得首将清醒被搭理他 还如写信让大明送来财宝等 所以对瓦剌人来言 朱祁镇就是一棵摇钱树的作用 对此朱祁镇岂能不心之肚明 自然要硬撑着做好人了 公元1450年 朱祁镇终于回到了大明 不过却已成了太上皇 然后开始所谓的七年南宫摧残 即他被朱祁玉幽闭在南宫 过了七年随时可能丧命的生活 如所被贯迁 砍倒周围树木等 可这七年间真就如此危险吗 其实看看这七年来 朱祁镇增加的子女数量就明白了 此间朱祁镇共生出了四位儿子 分别是 许道王朱建纯 秀怀王朱建鹏 崇检王朱建泽 吉检王朱建俊 至于女儿 由于没有确切出生年份 所以忽略 但可以肯定 期间也必有女儿出生 道理很简单 因为这四位皇子来自于四位皇妃 分别是 端静安和惠妃王氏 庄静安荣淑妃高氏 孝宿皇后周氏 竟装安慕臣妃万事 敢问 朱祁镇这是被摧残的随时要丧命 若这也算 那么小便敢打赌 估计大部分读者必会大喊 让我替朱祁镇来接受这摧残吧 所以南宫七年的幽闭 朱祁镇这位好人 依旧活得非常累 其实这一切已经说明了 朱祁玉虽然防范她 但绝没上升到摧残这种地步 若非是 由于朱祁玉儿子去世 自己又得了重病 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发生后 朱祁镇重回皇帝宝座 就不说他冤杀大名脊梁于谦 朱祁玉死得不明白 给王震招魂立四等 等把人气死的事了 就说他如何做好人 说来说去就一见 朱祁镇临死前 废除了活人殉葬制度 于是乎 史书上夸 民间点赞都称之为好人 可问题是 除了这件事外 朱祁镇还有哪一件 能拿得出手呢 尤其是跟 立万狂来的朱祁玉一比 他到底还有啥 所以朱祁镇在复辟之后 很明显又变成了那位 大名第一小太爷的做派 直到临死前 才如土木堡被腐蚀一样 闪回人德 回归到好人本色 须知评价皇帝 从来都用明君 守成之君 或昏君暴君等词汇 读这位朱祁镇却是好人 如明朝那些事 也是这种论调 说好人是做不了好皇帝的 但这一切难道真在夸他吗 这就如你是一作家 可人们却奇夸 自写得真好 这叫夸 所以最终 朱祁镇活了37岁就驾崩了 与其说 他一生经历丰富导致 不如说他在同宝之变后 为了当好人 活活累死了 我会以后